一台香檳色的休旅車突然從眼前呼嘯而過 開過曹化線完全沒有減速 換個角度來看 車子才剛轉彎 沒多久就直接失控 衝了下去 整輛休旅車都逃災 摔進西地 車上兩人一度受困 警消出動救援 四人合力將受困車內的兩人救了出來 速度蠻快的啦 對啊就直接這樣下來 非常大聲 連那個我們那邊在上班的時候 那個客人全部全部都跑出去看 車禍意外就發生在25號下午1點多 新北市石定區定平路上 當時一台休旅車才剛從皇帝殿風景區準備離開 沒想到在距離石定派出所50公尺處 因為車速過快 整台車甩落西地 當時駕駛就是經過這處斜坡 打算要向右轉 沒想到車子一路向下衝 直接衝向西邊 現場還留有封鎖線 車子甩落西地 只能找來吊車業者幫忙 夜間出勤吊掛 但撞擊力道實在太大 車子早已被撞得面目全非 駕駛及乘客逛兩名 經消防隊員立刻救出之後 是意識清楚並沒有大礙 警方調查車上是一對兄妹也沒有救駕 只是怎麼會突然直直衝下兩層樓高的圍欄 但不管原因為何 以及讓附近住戶飽受驚嚇 今天喜歡的周朗王一軒 採訪報導 採訪報導 額和財務所非常期待 警方調查車上是字幕 有與待宜主人無處 所以是視乎的 擺自身 利益 可